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分钟 北京公安的后防线出现了一个失误 恩加德乌没有扛住身后的菲律佩 菲律佩和恩加德乌两个人一样的强壮 争赛了四轮 然后有六场比赛没有进球 加起来十轮球荒 今天这一刻开场才三分钟 恩加德乌和张成栋没有挤住菲律佩 菲律佩太强壮了 把张成栋摁在自己身下 从张成栋的身侧 我们看上之后 几乎是没多长时间就陷入了落后 这样被动的局面当中 但这支球队呢 战斗力是不可小觑的 看看他们会做出怎么样的回应 这个球 马宁好像吹了点球 哎呀 这个球 周定阳和杨一鸣两个人好像都拿手碰球了 球迷们也都非常紧张 发表阿布雷乌 中超联赛的第八个进球 骗过了 被顶回来 再往近距离端 菲律佩拿到球了 菲律佩转身打门 虎律佩把球打进 但这个球好像有阅位的嫌疑 马宁已经失忆阅位了 巴拉西奥斯要上的话 上一轮 徐轮员的选择是换理查德 因为要下一个外援嘛 今天看看待会要上的话要怎么样 这个球动作比较大 甘超的红盘 甘超吃到了直接的红盘 被罚下了 北京关前两断球以后 甘超上来补这个漏洞 铲倒了阿布雷乌 马宁直接出示了红盘 把甘超罚下了 不用再为自己辩解 这球确实剪刀腿了 离地的双飞加剪刀脚 动作太大了 这张红盘 从视觉效果上来看 安德里哥 找左侧 前面有坐回来好球 乌塔利弗进区线上传到门前 好球 菲利佩又是一次力压国安的后卫球员 门前的愉悦冲顶 把球顶尽 这个球 安德里哥的中路的向左分球 包括姆塔利弗的回坐 还有金明友的传中 每一个环节都完成得非常到位 到门前之后 少打一人啊 徐正元的换人也非常的激进 也非常的勇敢 现在收到了非常好的回报 这个球 李磊防起来可是太困难了 那两个队肯定有一个要在国安的前头 或者两个队都在国安前头 包括成都也过去了 成都最后一轮再赢的话 阿布雷乌的机会 阿布雷乌挑向球门 球进了 山顶不识第四分钟 刚刚算的分白算了 北京国安把比分扳平了 阿布雷乌今天也是没开二度 这脚球零度角的挑射 转移之后 江强有的投球百度 阿布雷乌摆脱了胡瑞宝 在杨一鸣的干扰之下 把球从唯一的一条可能的进球线路里边 挑进了成都中城的球门 这个球打得真是妙道豪颠呀 简涛又一次出击扑了 封了前门柱 成都中城反击的机会 难道还有成都中城的惊喜吗 菲律佩带球向前 穆塔利弗再坚硬给远端 帕拉孝斯这个选择也不错 帕拉孝斯左脚扣回来 右脚再扣 右脚打门 球进了 这场比赛太厉害了 最后时刻绝杀反绝杀 帕拉孝斯也是连续两轮进球 再次帮助成都中城 获得了领先3比2 左晃右扣 我们看拿球以后 右脚虚晃 左脚再晃 右脚再晃 然后这个球 右脚扣完了 怎么又落回到右脚了 打得还更舒服 扣回来的过程当中 贝里克碰了一下 结果又正好碰回到 帕拉孝斯的右脚之前 打得更舒服了 很有希望战胜北京国安了 马宁的中场哨声 已经吹响了 冲动中城 客场3比2战胜北京国安 再争夺中场联赛 第三第四